高雄雙元大橋 經常真言 女代師 死者遭變裝剪法 家屬認識 毫無把握 傻瓜密碼 ATM遭道理 下體DNA 糾涕真凶 繳嫌模擬貓夫浩子 不止一人 慘遭染指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雙元大橋 代師信殺案 照片中黑色垃圾袋放在路邊 一名清潔工蹲著清潔車 要清理時 卻發現垃圾袋撞到抬不起來 打開一看 才發現是一具屍體 讓他嚇壞了 我當時是看到一腳 大腳的山蝸蝶子 我是要拿著拔 腳有那麼彈 我再用腳踩開 還有 有那個彈性 那後來塗了都沒看到 我再跳一旁的時候 再看下去塗這樣 再把腳踹開 在頭上這樣 看那邊我是說 粗肉的粥油啦 整個後來都拿著 來 檢方急忙將單架推進解剖室 因為單架上頭 用不蓋著的一大包黑色塑膠袋 裡頭裝著的是一具冰文女師 早上十點多 她被打掃露面的清潔隊員發現 遭人丟棄在高雄縣陵園 通往屏東的雙元大橋上 黑色的短褲和氣溫褲 然後穿保障襪 續長襪 在提款機領前的男子 就是涉嫌殺害 胡姓女設計師的兇手 1月20和21號 他拿著死者的提款卡 到銀行ATM領前 所騎乘的交通工具 也是死者的機車 都是騎乘死者自己的機車 去做這一些提令 就是說炸零這個錢財 還有相關的氣師 那一陣子好像不用拿下來 那幾個 那一陣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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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已經慌掉了 那一陣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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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做CPR 是不是要幫他做 但是我看他 像他一樣 我沒有幫他做 但是我知道 要把他的頭 讓他來 因為 不要讓他 塞到嘛 站起來 你站起來了 你站起來 你忙這樣 你起來 你起來了 你起來了 我們在五舌台 被撤照 我們在YT 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 被檢舉 被這樣觸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 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 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致滿足